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方将积极参与本届人权理事会各项议题的讨论 同各方一道 推动人权理事会秉持公正 客观 非选择性 非政治化原则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反对有的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工具化 共同推动全球人权治理 朝着更加公平 公正 合理 包容的方向发展 美方的行径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 也没有安理会授权 是典型的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严重损害中方利益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坚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致力与劝和促谈 推动政治解决 而美国却不断拱火 递刀 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 就在几天前 美方又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 价值20亿美元的军援 美方一边变本加厉 向冲突一方输送武器 导致战事绵延不绝 和平遥遥无期 一边却频频散布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虚假信息 借机无端制裁中国企业 这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和双重标准 十分虚伪 我想特别指出 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一周年之际 中国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而美国却出台了针对中国及其他国家企业的制裁 谁在劝和促谈 推动局势降温 谁在拱火浇油 唯恐天下不乱 一目了然 我们敦促美方反攻自省 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出发 做缓和局势 劝和促谈的事情 同时 停止散布虚假信息 撤销对中国企业的制裁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针对美方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行径 我们将予以坚决反制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 推动政治解决危机 美方无权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 我们绝不接受美方的胁迫施压 美方不但一直在乌克兰战场输送致命性武器 还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向中国台湾地区不断出售先进武器 美国到底意欲何为 应该向世界做出交代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他人智慧 如果韩方需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就需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审慎处理台湾问题 中方期待同白俄罗斯一道 以此次访问为契机 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 进一步发展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是法治国家 依法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为缓解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 促进可持续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赞比亚的友好国家 中方一贯高度重视赞方在债务问题上的关切 中国是最先对赞比亚实施缓债行动的 国际官方债权人 其后又作为赞比亚债权人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推动成功举行了三次会议 中方将继续同赞方和有关各方 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友好协商 继续为赞比亚债务问题的解决 发挥建设性作用 我们认为赞比亚的债务重组问题 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 共同努力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根据赞比亚财政部披露的数据 以西方为主的商业债权人和多边金融机构债务 占到赞比亚外债的70% 他们理应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为缓解赞比亚的债务负担 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 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 不应当被政治化 中国始终积极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 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 是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专家 在实地走访武汉相关实验室 并同相关科研人员进行深入交流的基础上 得出的权威科学结论 准确反映在中国世卫组织 溯源联合研究报告中 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广泛认可 有关方面应当停止翻炒实验室泄露的论调 停止抹黑中国 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